其实我相信啊 她再不好 快二十年的夫妻之情 还是舍不得 你把她丢了 她怎么办呀 来吧先生 接下来看 你怎么说了 好不好 相信你的妻子 对你还有留恋 接下来进入黄金六十秒 老婆 我以后 好好干活 为了咱这个家庭 孩子都那么大了 咱都结婚快二十年了 以后我好好干活 不再喝酒 不再抽烟 把那些臭毛病 都改了 这次我一定改 求你给我一次机会 这么些年 我给你不是一次 把次的机会了 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都没改 现在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这次一定改 灯了老婆 我用实际行动 一定改 时间到 请亮灯 我相信啊 即便是在我们这样一个舞台 在全国观众面前 你的承诺 妻子依然怀疑 毕竟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但是我个人建议啊 女士给她一个期限 看她是否究竟能把酒借了 把活干了 好好过日子 这个期限你们可以商量 好吗 来 两位请回吧 回到门背后 再做一下最后的思考 请关门 十九年的感情 妻子不能再忍了 先生是否能改 两人能不能不要分开呢 这对夫妻将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请开门 药宝诗伊贝诗 伊贝诗台润宝诗水提醒您 请采节目稍后继续 药宝诗伊贝诗 伊贝诗台润宝诗水提醒您 请采节目马上回来 请开门 快点上 快点上 快跑 把她抱过来 能抱动吗 你看 喝了酒了抱不动呢 你看 来 来中间啊 女士 怎么想通了 站出来了 我觉得我们毕竟是 一二十年了 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这段感情 还有一点网友 其实两位能够 同时出现在这里 我们还是挺欣慰的 因为有时候婚姻啊 真的需要我们去调整 而不是放弃 好吗 来吧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谢谢宝宝 来 两个宝宝回去慢一点 来 让我们一起见证 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共同见证吧 请亮灯 这是伊贝斯为爱情保卫战 专门设计的白色恋人系列 女士送给您 千万别再过期了啊 好不好 谢谢 保护好你们的感情和婚姻 加油 来 回家吧 谢谢 回家吧 再见 再见 这个婚姻啊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时间长了 就是顺其自然了 婚姻需要经营 爱情需要考验 希望这对夫妻 能够冰湿前嫌 开始崭新的生活 祝福他们